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自己哄运当头 好运常在 尤其是以前运气平平 甚至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败运的人 开始转运要走好运的时候 你知道都会有哪些兆头吗 当好运来临之前 会有很多与之前不同的变化 比如心情 梦境 外来环境 都有可能会有不寻常的反应 只要你能稍微留意 就能把握机遇与时俱进 开创你好运的新局面 一 心情敞亮 心情是受自身磁场 和外界环境气场相作用的结果 当你心情憋屈 郁闷 烦躁的时候 总是抱怨 发脾气 你的运气就会不好 当你心情特别开心 高兴 待人特别和谐 人和人特别融洽 欢声笑语的时候 这个时候基本可以判断 是你好运的征兆 可以宽心前进 做事基本上是阻力很小 或事实顺利 二 好梦清晰 以前睡眠很少 做梦或梦境不好 忽然很清晰地梦见自己 从拟硬的道路 步入平坦大道 或是从黑暗中步入光明 或卸下沉重的包袱 轻装前行 或剪掉蓬乱 安够的头发等等 这些都是你转换好运的征兆 可以整装待发 前途无忧 三 气色倜傥 如果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败运 那么你的气色肯定是 黑 暗沉 青紫 没有光泽 忽然间你面带红润 光泽外露 精气神俱佳 随便穿一件以前不起眼的衣服 也能透出精神抖擞 和潇洒倜傥出来 这就预示你要叫好运了 四 五官发祥 如果一段时间 发现你的脸型慢慢变圆 耳垂慢慢增大增厚 而且又显出发福的痕迹 这也是你转好运的征兆 好好把握机会 定会事半功倍 但这个时候可千万要控制你的体重 一不留神就容易吃成大胖子 等到想减肥的时候 可没那么容易了 五 行为乐陷 外在行动表现时 改于表现自己非常乐观 不觉中总哼着小曲 做事也特别慷慨大方 比之前有人缘 甚至异性缘非常好 同时对别人的不良习惯 也能包容了 喝酒有谦卑不醉之功效 这些也是好运的征兆 但是记住 酒色还是适可而止 千万不要乐己生悲 六 万应随心 外界的人和事有很多巧合 比如你渴了 马上就有人给你端茶送水 买饮料 你需要什么 很快就有其他人 甚至互不相识的人 给你机缘巧合的帮助 记着 这可是你好运的开始 好好珍惜 前景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 七 无欲无求 面对财 色 明 税 贪 没有丝毫占有的欲望 心境如水 如是则红韵必当头了 八 常识福德 把好东西与人分享 说明你已经有了一颗 善于帮助别人的热心 好运会随之而降临 一笑致之 不是对人对事的冷漠 更不是玩世不恭 而是对他人的一种理解和宽容 是对自我心灵的一种放松 是解脱羁绊和自嘲的一种聪明 一笑致之谈何容易 它需要你具备极其良好的心态 和不同凡人的明智 人生快乐与否 不在于外在条件 外部环境如何 而在于自己的内心 水如果总是让自己的内心 充满悲伤和阴郁 纵使有再充足 再灿烂的阳光 他也会视而不见 有一个人们熟悉的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他以一笑致之 诠释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美国一座繁华城市的 某条街道上 有个盲人乞丐 每天都笑眯眯地坐在街边 很友好的给人们打招呼 人们都感到很好奇 终于有一天 一个年轻人再也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上前询问盲乞丐 为何每天都这么开心 不料盲乞丐的回答 让这个年轻人十分震惊 因为无论怎么样 我每天都能看到太阳 从东方冉冉升起 我看到世界是光明的 年轻人更是迷惑不解 盲乞丐说 孩子 难道双母失明就无法看到 这世界上的阳光了 年轻人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只要一个人心里有阳光 他什么都能看到 哪怕他是一位盲人 后来这个人遭遇了 接踵而来的家庭破碎 穷困潦倒 事业无望 而面对这一切 他始终都是以一消致之对待 他终于成功了 他就是海明威 一消致之就是当你受了委屈时的 毫不在意 一消致之就是亲人 让你伤心时的淡然处之 一消致之就是朋友 错怪你时的大度带之 一消致之就是你的胸怀弱骨 达到了无人能比 然而在被人错怪 遭受委屈时 有些人真正做到了心如止水 有些人却是爱生闷气 沉默不语 有些人则是暴跳如雷 愤怒不已 弱势为之付出过 引之欢乐过 休憩与共过 同舟共济过 有一日彼此忽然离开了 纵然不后悔 心中也难免怅然 此时此刻心静的你 如果可以一消致之 真的很了不起 谁都知道 生命中有许多东西 是可遇不可求 谁都明白 如果你不能对我真诚 请你不要和我交朋友 如果你不能骗得了我 请你永远不要骗我 如果你不能真正喜欢我 请你不要假装喜欢我 平时我们常讲 要拿得起放得下 其实放得下 就是一笑置之的淡然 放不下的时候 觉得这辈子 都要背负着一种沉重 等终于放下了 才明白 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 凡是一笑置之的人 才能享受到 放得下的轻松 能够做到 一笑置之的人 会想起那些 伤心的往事 也许你早已经是 心如止水 它再也 行不起任何波澜 当尚未放下的时候 你也许恨不得 让自己立即失忆 宁愿有一段人生 是空白的 也不愿意承受 这样的苦痛 有些痛苦 或者不愉快的记忆 依旧停留在你 脑海里无妨 但愿你不要自虐似的 时常拿出来回忆 让它一次又一次地 撕开尚未愈合的伤口 明智脱俗的人 才会做到 世人谈你功过 你能一笑置之 遭遇悲欢离合 你能一笑置之 面对花开花落 你能一笑置之 适应阴晴圆缺 你能一笑置之 无论生活顺你 你能一笑置之 凡事一笑置之 你真的很了不起 学会一笑置之 学会超然待之 学会隐忍亮之 让自己在宽容中成长壮大 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你就是一个不凡的人 佛说来时偶然 走时必然 把一切看淡让一切随缘 生命中很多事 我们无法更改 犹如相遇 猝不及防 犹如感情 总有聚散 你不能改变的 就坦然接受 你无法拥有的 就微笑释怀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顺其自然 才是最好的活法 不管是感情 还是事情 努力去做 内心无愧 真心对待 不欺不骗 走自己的路 做该做的事 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活好当下 不争夺 不属于自己的 不强求 不在乎自己的 让一切随缘 顺其自然 总会有 你满意的答案 人生是场旅途 我们都是图中的行者 也许是孤身一人 也许是结伴同行 历经各种坎坷磨难 看透世间 聚聚散散 处事不经 虽然不变 把美好的记在心间 活着一天 就要珍惜一天 那些离开的人 挥手再见 别记恨 身边留下的人 好好对待 别冷淡 你要记住 没有无缘无故的 预见和离开 所有的安排 都是有原因的 来时偶然 走时必然 人生就在这 来来去去的过程中 把喜怒哀乐上演 把悲欢离合体验 很多事 很多人都是上天注定好的 你无法更改 也不能调换 只能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